首相兼财政部长拿都斯里安华指出 在去美元化的倡议中 中国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 大马与中国目前高达1571令吉的总贸易额中 有392令吉是以当地货币结算 占总贸易额的25% 另外截至今年8月 我国与印尼共有1071令吉或16.7%的贸易额 是以印尼顿和令吉做交易 而与泰国则有82亿令吉或19.6%的贸易 是以泰铢和令吉结算 他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首相问答环节回应时表示 我国与中国在去美元化的成效最为显著 然而即便在去美元中取得令人鼓舞的发展 但还是有一些国家还没采取这项措施 所以去美元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安华说 邻国新加坡作为大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占我国总贸易额的19% 但新加坡却对使用当地货币结算并没有太大兴趣 这也包括日本、韩国和香港等国家与地区 至于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则最为积极 首先表示增加投资、降低财政赤字、减少依赖美元 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安华也提到 美联储自2022年12月起连续5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 此举影响所有区域的货币 尤其是日元和令吉贬值最为严重